天心教主王心灵15年前参演偶像剧《天国的嫁衣》,远赴巴黎取景,是偶像剧制作少见的大手笔,感人剧情及俊男美女组合还让该剧成为当时收视冠军,近日更传出即将翻拍的消息。 如今王心灵受邀出席时尚品牌Meshmer的巴黎时装周,就地重游的他,感慨当年没能好好在左岸喝杯咖啡,因此计划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,好好游览巴黎,亦补当年遗憾。 王心灵回忆,当年拍摄《天国的嫁衣》,行程非常赶,剧组预计在巴黎待五天,但飞行日就站去头尾二天,一下飞机就准备上工,且巴黎夏天的日照时间又长, 从凌晨四点天亮到晚上九点才天黑,一行人连续赶工几乎没有休息,连餐点都是简单却贵的下人的便当,他记得明明只是简单的米饭淋酱油,每份却要价500元台币。 忙碌的拍摄行程让王心灵对巴黎的印象很模糊,不仅完全没有机会品尝任何巴黎美食,甚至没能好好的喝杯咖啡。 王心灵这次获邀前往巴黎时装周,特地和化妆师提前几天抵达当地,享受悠闲的发式风情,就是为了弥补当年遗憾,没有任何计划,悠闲的在左岸享受一杯咖啡,就是这次最重要的行程。 他笑说,巴黎的街道美景怎么拍都漂亮,而且不用担心被认出来,可以尽兴四处摆拍,在短短几天内,就以观光客的姿态跑遍巴黎铁塔、沙士比亚书店、圣母院、罗浮宫等著名景点,拍下许多唯美照片与歌名分享。 天国的嫁衣,勇夺当年收视第一,王心灵演唱的主题曲《花的驾沙》更是金中五十票选最洗脑神曲,经典戏剧神曲双关,他本人就透露,一定会在近日正筹备的巡演上,演唱这首神曲。 王心灵要在新巡演上,回归演艺生涯初中,做一个单纯爱唱歌的女孩,预计在返台后投入密集开会前置,不过对于实际内容,他先卖了关子, 警表示这次将呈现创意和趣味,让歌迷们看到海报不但勾起兴趣更会有想要听歌的冲动。